佛所讲的一切的经论 释迦牟尼佛讲了四十九年这一切的一切经论 无论是大小全身 无论是浅或者深的或者大是小 字字句句都是内容的最重要的 都是讲我们什么呢 都是讲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都是讲这个宇宙四十的真相 所以很多人说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了不起 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他发明这个宇宙四十的真相 这个宇宙的四十正念从哪里来的 这个宇宙是怎么样来的 它的游乐从哪里 太了不起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 不然的话 经本一长海 都是什么 都是虎视乱想的 而且越想越远 好像跟佛法跟我们的生活都不相关 对我们眼前的生活又没什么好处 而且后来又把佛教当作什么 当作迷信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的 走到哪里 把金粉拿到哪里 念珠拿到哪里 带到哪里 天天 哎呀 如是我问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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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他 你会不会背经 我会啊 我会背 没头经 你不用讲 你问他 佛 在经里面就讲四十真相是什么 打不出来 很多人 真的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本人在内 是不是这样的 教他你念经好厉害 教他背经好厉害 教他念作好厉害 教他念佛更厉害 问他佛法是什么 他不知道 一到进去的时候 一句都用不上 大家有没有看过 常常在公园走路的时候 你看那个鸟 它鸟那个在天空 它飞得很自在 飞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靠的是什么 靠着他这个翅膀 他两个翅膀 如果用一个翅膀 他飞不起来 他很苦 道理都是一样 比喻什么呢 我们今天虽然佛法 有中在形式的办事 形式跟始次 你要同一个时间 你要去落实 这样你才会平衡 我今天能够诵经 形式是什么 我念佛 我念经 我坐禅 无论你在学什么 你要把你的学的东西 把佛陀的教会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落实在生活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平衡 同样的时间 同时的时间 你能够落实 这个就才是真的 学佛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 我们要懂得 在这个现实的 生活的环境中 你要转自己的 境界的念头 你要转自己的心态 你这样学佛 念佛才能够成就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你看 说一句老实话 我们看到这个历代 很多念佛往生的惯例 很多哦 在念佛堂 真正自在往生 西方起的世界的人 多不多呢 真正在往生的哦 你看我们这个学会 到场见了几年了 超过二十年了 真正念佛往生 在念佛堂的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哪有看得到 一个都没有 我走了很多地方 到美国 到欧洲 亚洲的地方 包括我们这个澳大利亚 真正念佛往生 在念佛堂的 找不到一两个 什么原因呢 很明显的嘛 一模了然 你就看得到了 不要说在生活 在念佛堂啊 有时候念佛的人会吵架 真的耶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做主法和尚 主法和尚一般都在坐在后面 站在后面 老菩萨那个在前面在打架 一个要显那个对面的前面的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 哦 那个前面的人 他说 我本来就是怎样的走路啊 你怎么叫我走快一点 甚至于在旁边 念佛能不能够快一点 能不能大声一点 你看 连这样的境界 你心都不清闲 你怎么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在净土圣贤路里面 我们的记载 你都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 最有名的 民国初年 虚云老和尚的学生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虚云老上的弟子 他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巨贤和尚 休息一会儿 哦 rapt